我们在台湾负责资讯安全的最高的长官 是我们的副院长陈奇迈 那陈奇迈副院长他自己当然是懂电脑到一个程度 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他懂得透过像我这样子的 能够跟社群有更多的连结的人 一起来集思广义去想我们的资讯安全的战略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哪一个人他一定要有全部的能力 这个是不可能的 重点是说做决策的人要知道说 如何透过像这样子的桥梁去连结到更多的社群 让大家觉得说那些想到的想法都可以被这个人实现 那这个就比这个人本身要懂什么要重要的多 台湾人的女性不不印象 当然是是少年以绝对的 所以我的绝对这个人的英国人的相产 都在笔一般不知不知的 绝对我自己身材的人所赔的 如此長官的真正就是 像小学生的英国人文化都可以通知的 既然我认为绝对这个人的 但是我认为中和人之一的 所以我认为中和人的 大学生的健康 为中和人之一的 助力希望不能担心的 有所用动资讯进产 自分的網路、日本的管轄、守備派的網路 それは私たちの話です イタリアでの一坪市運動 SNSで活動した市民の運動から盛り上がったところが 政権を立つ案です オドリーさん イタリアでの一坪市運動が多いので 日本の運動はまだまだまだ下からの運動です 日本はまだまだ下からの運動です 政治にある 日本ではまだまだ下からの運動です 中枢に行くということはまだまだ下からの運動です どっちかというとずっと長く 民党さんがずっと進歩し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あります その中でダイレクトなどとか オープン画面とか 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など そういうことを進めて これから日本を進めていったら すごく運動が進化するし 政治が身近になると 日本の人にどこをアドバイスして 事務を行うことは ユメイクトなど 私はもっと そのために 日本の運動を行うと 日本は 日本は それらの運動を行うことが メイクトレインを行うことに 日本は それらの運動を行うことが なかったら 日本の運動を行うことは どの運動が それらの運動を行うことが 日本は 一半的单位叫做Cover Japan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Cover Japan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像你们的地方创生一样 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地方 是可能自己的老家 或者是自己读过书的地方 不管是在工部门服务的 还是在私部门服务的 都愿意捐献出自己的时间来 然后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虽然看起来 好像没有大规模的示威啊游行啊 等等啊这些 要来的吸引国际的注意力 但是事实上 就像我刚才才跟这个会议的主办人说的 这样子的consensus 就是有共识的这样子一种文化 是很深的直跟在日本里面的 所以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事实上每天都在推进 现在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都在各地区域的若人们集会 在各地区域的若人们集会 各地区域的専門文化 与区域的専門文化 同样的意见发表 同样的事情 我认为它在派对中国人投票的投票在日本党的国民投票中 我认为我认为这些大陆地人的投票 我认为这些人的投票 我认为很可恶 我认为我在通过中国人投票的角色 我认为他在台湾国民投票的投票中 但是,在那時, 結果是, LGBT的權利是否認爲 2022年, 雜原發政策 或者, 民進黨政權 是, 一些人生意, 結果是出現的 但是, 民進黨政權 如何發展? 他對臺灣的證入活動很有興趣 去年11月他有去臺灣採訪 也有AGBT文童訊的議題有公投 另外還有核四 我們是不是那一核呢 也有核楊麗 結果投票結果都是 當然都不是政府所要的 像這個樣子好像對我們政府的主張 本來都是都已經走回頭路 跟政府的主張都好像打領我們政府 這一點民主是各種情形 將來我們這種情形會有 臺灣的情況是我們正在從 好像四年才能夠投票一次的 這種階段式的代議民主 變成是每次都可以對事情提出想法 不管是提出連署還是提出公投 叫做連續性的民主 Continuous Democracy 所以我們的每一次公投 當然都是讓社會告訴政府說 在接下來的兩年 因為公投的有效期限是兩年 接下來的兩年 對於政府的想法 人民是想要轉方向台呢 還是踩油門呢 還是踩煞車呢 我想這個都是持續是民主 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台灣的首都選舉是四年 民主是四年 國民投票是兩年 兩年 兩年 連續性的民主主義 台灣是這麼做的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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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経った今 去年 國民投票 実施 國民之中 都連續性的 不可 對於 國民之中 都連續性的 一切都會 不可 開放 全國民之中 幾乎 政府 各種 民主主義 都在 西方 都會 我们不能够只靠着由上而下 想要说服人民 因为现在有了直接民主 所以反而让整个内阁了解到 我们一定要拉近跟人民的距离 所以说就在这个月 我们内阁的很多的首长 都开始学习当作YouTuber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讲很清楚他们的想法 在台湾的内阁大臣 看到YouTuber的能力 自分的发信的能力 学习了 现在我们要做到的 我也是YouTuber 你也讨论一下 他也是YouTuber的关心者 他也是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他就说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请部长 对日本YouTuber的观众 讲一下你的感谢的话 还有什么说的 谢谢 我其实刚刚才跟我们这位主持人说 我昨天才第一次在Twitter上面 用影片的方式来支持日本这边 福岛地区的食品 产业的复兴 就是他们的食品 那所以我才刚刚开始学着 在公开的社交网路上 用YouTuber的方式来沟通 那我想我们 我很喜欢的一句话说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也希望大家来看看我的Twitter 然后不令你起给我一些批评指教 看我以后影片怎么样可以拍得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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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